五百强里头 它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一样 它从一个国家竞争的基础层面 到一个充分竞争的消费品行业 你上榜的企业越多 意味着你的这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 五百强的入选标准非常简单 就是营业收入 这个榜单大家可以拆开来看 它里头的行业和企业都非常具有特点 也就是总体一个国家的宏观层面的 一个竞争力和发展态势 我们可以从那个榜单当中分析 然后得出很多有用的和有趣的观察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首先可以先讨论一下 为什么五百强这个榜单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基本面 我们说它反映这个国家的基本面 不仅仅的简单的反映是好是坏 简单的判断 它能够反映这个国家基本面 它的形成和走向 那我们从最简单来看 既然它的评价的标准就是营业收入 我们可以说大的原因各有各不同 然后大的生存环境也不一样 大的竞争力也不一样 这个大代表了什么 首先它行业是很有集中度的 它主要分几大块 第一大块就是基础性的行业 基础性的行业就包括石油能源 还有金融 它第二大块呢 它包括我们说的一般的新兴产业 新兴企业我们可以看到 它新入选的原因是不同的 比如说不同历史时期 你会发现有不同行业的大企业 会集中的冲上这个榜单 然后在某一个历史时期 你又会发现某一系列行业和企业 会集中的退出这个榜单 你会发现什么互联网产业 这些新科技产业会集中的上去 还有就是重装备制造业 最后还有一些消费品行业 所以你就知道500墙里头 它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一样 它从一个国家竞争的基础层面 到一个充分竞争的消费品行业 它都有可能上榜 所以我们是从行业 企业以及结构来分析 动态的分析一个国家的这个基本面的 那我们从最后的体量来说 因为它是销售额嘛 你上榜的企业越多 意味着你的这个国家经济规模越大 这是最直观的结论 但这个我们可以说它是既是原因也是结果 我们说这个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市场是分层的 市老师专门有一个论述叫双层市场 双层市场什么意思呢 你不学经济也知道你要做一个产品 你要投入人工你要投入设备 经济学上讲这些东西叫什么呢 叫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市场不存在市场竞争导致的一般均衡 这不管是我们从政治经济学 还是我们做的复杂经济学 都是同样的结论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石油战争 打利比亚也是石油战争 石油就是非常典型的基础要素 像能源科技金融也都是生产要素 这叫基础性要素 基础性要素它是先于竞争性的行业存在的 比如说你油价你控不住 能源价格暴涨 你所有的制造业消费汽车出行 统统受影响 你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打石油战争 一定要把美元和石油板定在一起 这些行业就需要国家 需要资本 需要市场 三方面的力量 共同去建构 要建构价格 就价格和供应是建构的 一个国家首先需要有效的建构基础要素的市场 中国的石油企业冲上榜单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中国国家能力是存在的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航母只是航母 航母影响你的油价 我们的石油企业大规模上榜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重工业有很多积累投入 当然这也是必要条件 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 我们成功的在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 给自己打造了能够良好建构一个基础要素的市场 这样我们经济发展起来了 对能源的需求增加了 我还能有效供给 它就上来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 有一点像介于两者之间的市场 你比如说像汽车 像各种机器装备 这里头呢 你就看到日本三菱丰丰田的汽车 汽车我们一般把它认为是耐用消费品的最贵的那一项东西 你再贵像私人飞机那不是大众消费的 或者你像房子 它已经既是消费品又是投资品 纯粹的耐用消费品最高端的 基本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汽车了 第三个层次 就是一般消费品 一般消费品你看里头像什么Nike Nike是文化软实力 你说它卖一个鞋 鞋还都是中国生产的 中国也能生产同样品质的鞋 但是有没有这个品牌 在世界上卖的就不一样 那我们的中国现在文化软实力在哪里呢 有没有著名的消费品品牌呢 然后我就有一个说法就是 华为不是感谢那个川普 说哎呀川普给我们这个做了多么好的广告 对吧 来了多少客户 原来美国这么重视我们 那以后如果我们中国也要有 像Nike一样著名的消费品行业 我说哎你们也要感谢华为呀 华为给你们打了广告 这个对一个国家产品 消费品尤其是的认知 并不是认知你这个消费品有多好 而是认知你这个国家有多么的强大 最后就是科技行业 对不对 科技行业 然后比如说亚马逊 亚马逊从来不赚钱 他唯一的功能就是把自己的销售额做大 然后把自己的股价炒高 你又勾连到金融 金融和石油一样 也是基础要素 因为我们看那个 也这个金融办单 也很长的 好多金融企业在上头呢 所以凡是上了500强的企业 不管你从这么含眼 你成功的基础 我们说在双层市场里头 都在基础要素市场 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最深层次的综合实力 体现和形成